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現在錄影時間是禮拜二下午的2點34分 漲41點 今天開很高 228點 一開就下來了 收盤收外最低 剩下漲41點 這是好事啊 這後數 衝太快 反而不好 你看才12個交易日而已 台北股市漲了1300點 12個交易日漲了1300點 跟我預告的一模一樣 之前大家認為1萬3天險 沒跌 來這座的別人沒跌 我跟妳講過了 一個真正的大壓力 一次兩次沒跌就沒了 不會過就下來了 會一而再再而三 來了6次 來了7次 就是要把它撞破嘛 果然一撞破之後 一去不回頭 很快的 12個交易日漲1300點 1300點不是最多的 你用%數算的話 10% 正好10% 你看日本 漲了13% 日本比我們還兇啊 漲了13% 台北股市有在加油啦 有在加油啦 你看外資買那麼多 11個交易日買了1196億 還會再買喔 我估計這兩個月 外資應該會買個大概4000億 現在錢很多啊 賣了7000億 才買回1190幾億而已 現在外資應該還是會繼續買 昨天道琼又創歷史新高 29964點 即將要跨入3萬的門檻了 又破歷史新高 所以選前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選後一定漲 而且是大行情 我不想再重複啊 我已經給大家看過 我已經給大家看過 歷年美國總統選後的一個行情了 都給你們看過啊 對不對 其實重複講就沒意義了嘛 是不是 你看錢是在這裡啊 選錢膠著選後一路大漲 不是三兩天的行情啊 所以你不要認為 美國股市這樣就算了 要賣後面又有的 後面又有的 昨天莫德納也發佈了 測試的結果 那莫德納的疫苗 測試的報告 94.5%有效 所以昨天美國股市 Long Key 不是傳產 不是金融跟石油而已 連科技股也漲 所以記不記得第一次 輝瑞報告出來之後 美國股市大漲 科技股跌 傳產石油上來 銀行上來 很多人認為 這樣電子股要休息了 我說那你錯了 如果疫苗能夠讓一切回歸正常 是各行各業都有利 是各行各業都有利 不會只有傳產而已 不會只有銀行而已 那果然科技股又起來了 昨天美國的銀行股 漲2%到3% 石油股漲4%到5% 因為昨天油價也漲2% 那昨天傳統產業的部分 波音漲了9% 可口可樂漲了7% 運動鞋的UA漲了4% 都不錯 那美國的科技股的部分也不錯啊 你看昨天科技股的部分 蘋果是小漲平盤 昨天AMD漲2.8% 美光漲最多6.7% 因為美光內的技術 超前三星 所以昨天美光大漲了6.7% 美光我在9月份的時候就跟大家講過 美國的法人給美光58塊錢 另外一家是68塊錢的目標 美光是不是噴出去了 那美光漲誰會漲 南亞科會漲啊 南亞科會漲 你看兩個圖形是不是一模一樣 美光的圖形 你看美光的圖形跟南亞科的圖形 再看一次 美光的圖形跟南亞科的圖形 是不是一模一樣 本來就是同步的嘛 本來就是同步的 那南亞科漲 還有另外一家也會漲 旺宏也會漲 兩家公司也是同步的 一樣都是記憶體 步調都一致 這裡面差很多啊 你看旺宏前三季 2.2元 南亞科前三季也是2.2元 一樣賺2.2元 一個現在在67 一個現在只有在33.6元 差一半天的 毛利率的部分 旺宏還更好 旺宏毛利率35.9% 南亞科的毛利率25.8% 差10%的毛利率 差了10%的毛利率 所以重點應該 在旺宏 旺宏外資目標價41元 41不為過啦 你看去年美股獲利1.6元 今年是3塊錢啊 成長的快一倍 去年1.6元 股價都已經漲到41元了 所以外資喊41元 其實也是合理的嘛 對不對也是合理的嘛 我上個禮拜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回檔14天結束 第一檔出了一根沖天炮 果然昨天開高漲 法人昨天也開始大買1萬多張 沒萬幾張 今天又跟著一起大漲 我今天早上算過他的時間周期 給你看過了嘛 14天14天20天 又是一個14天 所以這邊14天結束之後上去 又是一個14天 今天是第三天 所以第三天後面 至少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起碼還有兩禮拜的時間 像這樣 起碼還有兩禮拜的時間在走在 所以旺宏要注意 行情起起落落啦 市場一筆錢大家輪流用 所以有的漲有的跌 有的漲有的跌 你不要漲高然後去追 然後他又掉下來 應該是跌升樓倍 後面輪到他他就上來了 後面輪到他他就上來了 今天是台積電在演 全場都看台積電在演 你知道台積電今天開高22塊錢 500塊錢6塊錢 佔指數多少點 188點 大盤漲228點 裡面188點是台積電 其他股票加起來才40點而已 那台積電開高走低 收盤剩下一塊半 佔指數剩下佔12點 所以整個指數又被台積電給壓了下來 台積電很厲害 已經變成全球第10大的公司了 一家台灣的公司 能夠擠進全球前10大 不簡單 今天來到506 收盤在485 外資給台積電的目標價 你看外資喊台積電已經喊到多少 已經喊到620元 625元 625元真的會來嗎 你也不要太單純 那外資會喊那麼高 會對460幾元 就喊620幾元 這種喊法白名就是 要作帳 所以外資不會亂喊 他一定喊他所中 持股高的 台積電起了一家來 誰是大贏家 還是外資啊 外資持股高達76% 但台積電到這裡來 要說太單純 所以你要買底部的 你要買底部的 外資都已經持股到76%了 他再買也有限了嘛 他再扣也有限了嘛 台積電今天這一根棒子一出來之後 恐怕又要整理一段時間 就像前面這根棒子一樣 頭前這支一樣 這根棒子 大量一出來之後 哇整理了好久 今天台積電要出來這根棒子 接下來要整理 整理好啊 讓台北股市的步調稍微慢一點 台北股市 就是這裡踩個煞車 稍微經理一下沒關係 押回不是壞事 押回你才要撿便宜貨的機會嘛 所以就跟大家講 賣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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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撿下來買 不要每次大漲之後去追 那是壞習慣 大漲不追押回買 這樣才能夠減便宜嘛對不對 台積電把錢試出來一些 給其他股票用 這也是好事啊 不然都看台積電一家在表現 那其他就沒機會了嘛 這樣也不好 要平均 要平均 要分散 那台積電大漲之後 今天日月光 也創新高 73塊半 你知道日月光的ADR已經起了多少了 你知道嗎 日月光的ADR昨天漲4.3% 日月光的ADR已經相當於來到前波高點了 前波高點日月光在哪裡 日月光在77塊啊 給你想半個在那72塊而已 但日月光的指標有點高 所以高檔會受限 會震盪讓指標壓低 所以你可以做一下差價沒關係 來回做一個差價 指標壓低了之後 後面債工會更有力道 外資給日月光的平的目標價 88到95 我認為會來啦 合理啦 因為獲利比去年成長一倍嘛 不到一倍啦 大概六成啦 因為去年是3.96 今年是6塊錢嘛 50幾%嘛 獲利成長50幾% 股價怎麼會比去年的封關價低對不對 去年賺3.9已經漲到8687了 今年賺6塊啊 不應該只有70幾塊錢而已 你看我從低檔開始跟大家講 去買起來了 所以不要太太多 行情起起落都正常的 大方向確定了 你就要專注定下心來趕快操作 不要每次一跌就嚇到 一漲又想追高 這樣就不好啊 大方向大方向再抓出來之後 順著方向做壓回就是買壓回就是買 現階段的重點 兩組 我講兩禮拜啊 我一定要這樣講啊 完全沒有改變我的說法啊 財報利多的底部股 還有外資作帳股 外資作帳股也是以底部的高持股 所以你要去對賺錢 買底部就賺大錢了 我不喜歡做投機股跟GX股 你們長期聽我節目你們知道 現在上市過已經一千七百家 辛辛色色的股票都有 好公司 壞公司 投機股 大牛股 金錐 各行各業 所以你要有所取捨 你不可能通吃啊 你不要想說什麼股票我都要 你如果沒那麼多錢啊 就算股神巴菲特也沒有那麼多錢啊 所以有所取捨 選擇適合你的 所以我給我自己的定位 我只買底部GEO股 我投機股嚇一跳我一次不講 我也一次不碰 我也一次不帶會員買 你們了解我個性 喜歡的 那你就看我節目 你就跟我做 不喜歡的 那也沒辦法啊 對不對 每個人頻率不一樣嘛 相同頻率的 你就聽得下去嘛 不同頻率的 你就格格不入嘛 所以跟我觀念相同的 只買好公司在底部的 業績爛你再會標我都不看你 因為你怎麼上最後一定怎麼下 我沒有標去躺那個渾水 所以觀念跟我一致的 那我們一起來操作 你聽我的分析 看我的節目 OK 我會很謝謝你 對不對 你看底部的GEO股 我找到最好的股票啊 對不對 原相 你要賺個20% 30%都很簡單 這種會又蓋在 6510金策也是啊 對不對 655塊我昨天先賣了一次啦 我也講了 掌心不一半 給你滾下去 滾下去 我還給我Q多回來 我再撿回來 這種高價股有時候一個回檔 50塊 60塊都很正常 那一張就5萬塊 6萬塊這樣 那10張就560萬了 那5張也20-30萬了 金車後面也會再去啦 這種底部打那麼大 尤其獲利又創歷史新高 去年封關價格10-30 後面還有空間跌 4935 茂林也是啊 15塊落的 跌了50塊錢 50塊錢是30%啦 在多頭市場回到30%就很多啦 現在開始起來了 蘋果鍵盤的供應商 筆電鍵盤的供應商 今年一股10塊錢 前三季就已經7塊錢了嘛 對不對 去年2.6 今年10塊錢 成長4倍 股價在底部 是不是底部基歐股 它不是把人做賬股啦 因為外資的持股不多啦 所以它是列為財報的底部股 它是列為財報的底部股 你看2327國巨 稅步前進 這兩個人已經來了 4804塊錢 雖然最近有點慢 無所謂啦 我又不是主力 我們又控制不了 要叫它大氣就大氣喔 哪有可能對不對 我們只能掌握一個方向嘛 方向掌握對了 那就好了 我們對底部買賬股也已經80塊了 這隨時又衝啦 我一直給大家看 日本的兩大廠 春田製作所跟太陽佑店 這兩家最近一直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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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漲 這春田製作所今天又繼續漲 太陽佑店 又繼續創新高 而且是歷史新高喔 我也不敢奢望 國具會創歷史新高 因為歷史新高在1300 以現在的獲利能力 歷史新高不來 可是相對於國具 相對於國具 太陽佑店相當於國具 已經來到560了 衝出去12%了 春田製作所衝出去15%了 相當於國具已經來到575元了 所以國具也衝啦 外資持股也蠻高的 外資持股金額大概800億 也算是高持股 國具今年夠賺2、8塊 今年賺16塊 成長了大概60幾% 70% 去年封關價格在438 現在4百塊就騎不去 太假啦 太燙啦 所以這個除了財報底部股以外 也是外資作帳的重點 所以現階段其實最直接的 就是搭外資的作帳列車 人家外資在作帳 你抵他怕就對了嘛 外資是市場台北股市裡面 最大的作手 最大的阻力 那最大的阻力在做什麼 你就跟他做就對了嘛 是不是 外資絕對是買他高持股 因為沒時間啊 不像平常時間說 可以吃久 負久 學不久 最後的一個半月 最後的兩個月 絕對是拉台他手中高持股 而且低保的嘛 你看我一開始點名 我吃股票都給你看到啊 對不對 這是外資最高持股的股票 從台積電76% 到日月光 台達電 聯發科 智茂 智邦 這幾個都創歷史新高啊 所以我第一次講日月光嘛 是不是日月光最多 你看聯發科長得 藥長不長的樣子 聯發科最近藥長不長的樣子 有沒有 要去不去就行 台達電也是啊 藥長不長的樣子 智邦也是啊 對 智邦跌升最近開始又上來 也還不錯啦 可是畢竟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智茂2360的智茂 對 只有日月光漲最兇啊 所以很多事情 你可以事前抽絲剝繭 事前先掌握到機會 不用等行情發動了才恍然大悟 就太慢了嘛 你看我都把這些股票都給你看過了啊 外資高持股的股票 用金額算的話 用張數算的話 金融股是大重點啊 而且金融股今天 今年幾乎沒漲到 你看 金融股幾乎持股都上千億了 還有台塑南亞台化 最近外資什麼都會買這個 一系列的金融股包含台塑南亞台化 什麼都會買這個 跟我在10月27號這張表格出來 外資所買的對象 一模一樣 兩禮拜前我就跟你預告了 兩禮拜前我就預告 外資也不會加股票 你們看不上眼啊 你們看不上眼啊 南亞科這麼大股 台塑這麼大股 台化這麼大股 人家外資就會扭這個啊 為什麼扭這個 你手中股票很多 尤其今年價格很低 帳上是馬拉斯 帳上是負數 對金融股 換很多錢啊 金融股還沒漲了 沒漲給你看 2882 沒漲給你看 今天創新高 對5876 外資持股 56% 外資持股 56% 2888 新光金 外資買最多的 買20萬張啊 買20萬張啊 所以外資一定是拉重股票 銀行股裡面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富邦金 富邦金今年已經 前十個月已經7塊錢啊 前十個月已經7塊錢啊 全年至少8塊錢起跳 我這兩天給大家看過這張表格嘛 對不對 給你們看過這張表格 不要想看富邦金喔 富邦金歷年股價跟獲利的對比圖 你可以看到 每年的高點本益比 都是11倍到12倍 你看賺100 104年 104年賺6.2的時候69 賺4.7的時候54 賺5.1的時候54 其實價格還是偏低啦 本益比11倍太燙啦 電子股都二三十倍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是依照 就算依照這樣偏低的本益比 那今年如果8塊錢呢 今年如果8塊錢呢 本益比如果11倍會多少 所以絕對不是四十幾塊錢啊 股票分析是價值分析 不是看盤面強弱的分析 盤面強弱有什麼好分析的 一看就知道誰強誰弱啊對不對 眼前弱也不代表他後面會強 眼前弱也不代表他後面會不好 股票分析難就難帶 價值分析 你要辦法去分析一檔股票 它的價值 目前是溢價過多 還是折價跌價過多 折價過多就有投資價值嘛對不對 折價過多就不可以折 就有高風險嘛 所以富邦金後面不好 不要忽略喔 那如果穿到八十幾塊 不要說我現在沒跟你說 除了富邦金以外 還有好幾檔啊 你看我最近跟大家談 最近有跟大家談 十大標股 你對我做這十幾就對了 這十檔都是外資 這兩個月全力要拉台的 我冒也是啊 我冒竟然已經衝到340幾了 我冒外資持股 我們來看我冒外資持股 我冒外資持股有52% 很現實的問題啊你看 6274台藥外資持股55% 在銅箔基盤裡面 三家而已嘛 銅箔基盤三家嘛 2383台光電嘛 另外一檔 台光電 聯帽 對不對 另外一檔聯帽 另外一檔 6274台藥 這三家裡面 台藥外資持股最高 聯帽跟台光電 外資持股都不多 10幾% 20%而已 只有聯帽 外資持股56% 所以拉台一定是以 台藥為主 所以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業績是台光電好 可是平常時間它會拉台光電 作帳時間它一定會拉台藥 所以你看清楚之後你就知道 誰才是你這次壓寶的重點 我這兩天特別跟大家提醒 我全力在佈局 除了這十檔股票以外 全球十大品牌裡面 這是全球十大品牌 品牌是有價值的啊 你看蘋果的價值大概7兆台幣 Google的價值大概5兆台幣 亞馬遜的價值大概4兆台幣 微軟的價值大概3兆台幣 那台灣第一品牌 殘連六年的第一品牌華碩 光是那個MARK 價值就433億 你看聯發科 還有一個表演 他的品牌價值才106億而已 統一 這麼出名 統一的品牌價值才 64億而已 台灣第一品牌華碩 台灣的MARK 能夠在國際之間 讓人家認同的每幾家 華碩是第一品牌 台灣的第一品牌 華碩今年也是很賺錢啊 華碩今年每股獲利 有機會來到30塊錢 甚至於32塊錢 前三季就22.5了嘛 第三季14.1嘛 超出外資的想像 哇 怎麼賺那麼多錢 那今年至少30塊錢的時候 獲利是創歷史新高的 好 獲利創歷史新高的 那你把華碩 你看華碩持股多少 外資在華碩持股 我們來看 外資在華碩持股 63.9% 如果用金額算的話 也1165億 也是很多啊 那又賺大錢 又 股價又那麼低 你把獲利 你把獲利比較看看 第三季財報都出來了啊 你看大力光賺131塊 股價在3300 系列賺23.9% 股價在2100 欸 23跟22差1塊 高級差10倍 你看信華賺22.6也称3塊 續轉賺20塊錢比華碩少 九百塊 金額21塊在那七百幾塊 只要賺22塊錢 賺20塊錢以上的 起碼都兩三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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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碩第九名 跟兩百幾塊而已 是不是外出 還台灣第一品牌呢 外資持股63%的 群聯也是啊 太委屈了 第六名是群聯 第十名是環球晶 可是那環球晶至少都有四百啊 群聯起碼還有三百 群聯三百也太少啦 外資花到四百塊去啦 所以把華碩的歷年的股價跟 獲利比較 你看賺28塊29塊 起碼三百倍 本比大概12倍到14倍 賺26350 賺23350 賺25290 賺2300 平均北比在12到14倍 那現在 今年三十塊 今年三十塊 股價才兩百多 獲利創歷史新高 股價相對在低檔 你如果用12倍下去算的話 會去那邊看 所以說股票分析其實是一種 價值的分析 不是看每天強弱勢 漲跌幅 或者指標 指標只是短線強弱的參考 真正趨勢的分析 是價值的判斷 所以華碩未來絕對是外資作帳的大黑馬 絕對是外資作帳的重點股 可想而知的 你看外資持有它65%的股票 今年賺那麼多錢 股價都沒有漲 外資甘心嗎 他如果不甘心 那會怎麼樣做 對不對 跟上林仁彥外資作帳武林機槍 外資作帳武林機槍 大行情你一定要重兵器 一定要重炮出擊 我們來想未來會起50%的股票 我們來搶未來有機會漲50%的股票 外資作帳武林機槍 我們的負責線02-2392-3988 02-2392-3988 資訊費一天一個便當錢而已 不要省便當錢 我們一起協力 到底來想50%的行情 我來找我們一起來賺 最後祝您操作順利 本公司已忘記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於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券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首先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